快看火箭这杆暴力解球 漂亮 竟然反做一杆斯诺克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经典的斯诺克比赛 由火箭奥沙利文对战大魔王萨尔比 这是一场堪称斯诺克史上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火箭奥沙利文在落后萨尔比三个赛点的情况下连锥三局 硬是将比赛拖到了决胜局 并且目前火箭已经领先赛尔比30分 谁能赢下这局比赛 接下来夺冠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 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局是四满王奖金的决胜局 白球倡到了黑球 没能坐上斯诺克 此时台面几胜一颗红球 并且彩球的位置也都在点上 谁能拿下这颗红球的话 就相当于赢下了这场比赛 看一下塞尔比能不能在撞开红球的同时 做上一杆斯诺克 漂亮 堪称完美的一杆防守 白球的力量把控的可谓是恰到好处 看一下火箭这杆解球 哇 火箭选择了暴力解球 看这个红球的走位 好球 竟然反坐一杆 火箭的防守实在是太强了 塞尔比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可以看出啊 我见这杆是有思路的防守 应该不是懵的 这要是没有30年的功力 是打不出来的 看一下塞尔比这杆解球 好球 再次形成了反坐 看来塞尔比的实力也确实不是吹的 这样的话 400万的奖金花落谁家 还真不好说呀 火箭这一杆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必须在解球的同时 还要力保 红球不能漏球 漂亮 完美解到 真是绝了 竟然还能反坐一杆 这真是高手过招 朝朝见雪呀 这也让塞尔比十分崩溃 可能他怎么也想不到 火箭能打出如此一杆神仙球 还在思考解球路线 博老师也是十分的悠然自得 看一下塞尔比怎么解 如果这球能在解到红球的同时 让白球走到上部底盔的话 就能再做一杆 不好 白球撞到了带脚 这样的话 红球就露出了一杆长台 看火箭能不能抓住机会 打进的话就能完成超分 跑球 红球顺利打进 这准度快赶上特鲁蒙普了 此时的大魔王显得也是十分难受呀 好似泪水在眼光里打转 此时的赛尔比心情估计有一万匹马在心里奔跑 眼前胜利在望却被火箭连搬四局 估计心情已经开始起飞了 在火老师赢得比赛后 赛尔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大喊火箭暴力截球是对他的不尊重 那么广大网友觉得火箭的暴力截球 是否有不尊重赛尔比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但是小编觉得火老师的暴力截球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恭喜火箭赢得了比赛 打出了经典的史诗纪翻盘